大家好,又是NetChang談賽馬的時間 今集想說說浪琴錶香港杯 這場賽事 這場賽事 明月千里 會是我最喜歡的馬 其實這場賽事很困難 很多邊線馬,因為外隊馬 有很多 都很有級數 不是這樣而選的 這場賽事 熱選明月千里,冷腳我都會推薦幾匹給大家 簡單說說每一隻馬,多為小成 這隻馬級數很高 排了二檔木牙 真是可攻可守 未來過香港,但是 你說會不會跑得好? 你見他 之前對那些對手很強 在歐洲 莫白人派這隻 而莫亞是騎的 都相信他有實力 國際平均也是最高 其中一匹馬 如果不是太熱 值得買 因為始終的檔位好 新寫實派 上季 女王杯 真的有少少大壞 莫內丹起步 有少少失機 但幸好步速不快 莫內丹硬退上前 這樣就 拖慢一點 掌握了一個 比較 慢的步速 沒斷 其他對手 很難追過他 因為沒斷是 22秒4 這次雖然排一檔 但是 會不會被困 因為這隻馬 這麼多快馬 有隻馬克羅斯 潘頓 不會放過你 一定會放出來 你跟著馬跑 會不會發揮到水準呢 還有 這隻馬 女王包完之後 只是跑過一場 秋季天皇上 遠地 但輸得很遠 但是 這樣的準備狀態 回到香港 又想贏多次 國際一級賽 2000馬 談何容易 這些馬 熱門 我會大膽捨棄 莫內拉騎 實熱 私人之言 也有些級數 但是 看過神操 普普通通 還有 12檔 2000位 不是一個易跑的檔位 我就不會考慮 明月千里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Facebook page 我都說過 這隻馬上場 我覺得是贏得很精彩的 其實馬俄羅斯是直路 一隻這麼大的馬 大隻馬來的馬俄羅斯 泵過明月千里 大約兩下 明月千里 都毫無巨息 奮勇向前 真是不簡單 馬王真是馬毛 今場 狀態一定會進一步提升 抽到的檔也都好 三檔 可攻可守 這些馬 擺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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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季 同一場賽事跑第三場 明月 今季 之後回到日本 表現 你會否很差 都不是 撇除上場遠地 另外那四場快地 其實也有 跑了兩個亞軍 還有一場 輸給北部園區 另一場輸給姜美烈走 兩場都是日本騎士 在村田障礙 無期歸態 這次報紋 都要相信會騎高 報紋 八檔不是太差 神科 我覺得 很好狀態 這次報紋 是 這次報紋 是 表現過的馬 在香港 表現過的馬 表示沒有問題 這次報紋 神科 我覺得這次報紋 絕對可以產 來一隻 如果 賠率 OK 值得一試 天才 上季最銳 在香港 杯和 馬會杯 漁賽 跟著的表現 都 已經不是太出色 只能夠說 這次報紋 未必跑得回上季 這麼銳的情況 苗星傳承 級數會不會差一點 都是 落到來 找阿琪 敦騎 不覺得這隻馬在這場 可以得到位 更加上歸來 香港跑得很平 回到歐洲跑得很進步 近兩場 都是跑得很贏馬 都是拍時期 今場拍時期繼續 你知我對人馬組合 是挺看重的 拍時期 對上兩場也贏馬 拍著這隻馬 人馬合拍 唯一 隱憂就是 上兩場是遠地和難地而易 來到香港跑一些 快地 適不適合 不知道 但是來到香港 狀態 亦都是好 不適合這隻馬 都懶得 可以考慮 馬克羅斯 五檔 潘頓 不是潘頓有一個 莫維拉 但是 上兩場莫維拉 這隻馬已經跑得很盡 前一場 輸給倉瑞 斷斷快放 隔了兩個星期後 對著明月千里 這隻馬 這場 能否維持到 大家要記住 11月5日跑過一場 11月19日跑過 連續兩場硬仗 現在 要在明天12月10日 再打一場硬仗 頂不頂得住 我就 很懷疑 一定又是熱門的這隻馬 又可以大膽捨棄 戰爭指令另一隻 惡白人的馬 對上兩場 都是跑泥地交沙地 草地有沒有一個 很強勁的證明 這隻馬也不算有了 許角蘭不是說 許角蘭是不行的 這隻馬 這隻馬七當 對上兩場是跑泥沙泥地 法國打比跑第五 莫亞騎 應該吸數 不會能夠在這 得位 金髮肖馬 水準 吸數應該差一點 最後一隻成目陳詞 沒有風 這隻馬七當中 前一場 2,400米勝 冬野龍 表現好 對上一場跑group one 輸給魔族資料 雖然可以說 檔差 不是沒有風騎 但是 這次沒有風騎 大家知道沒有風騎 剛好雙元復出 你說狀態是否top feet 也很難相信 而且這場 狗蕩 很多人都說 2,500米這隻會合腳法 但是 我都不會駁這隻 因為太多配腳可以選 所以總括來說 這場 我會比較喜歡 當然是名叫千里擂台 配腳 我會考慮多為小誠 善得福 和更凌駕足 冷卻的意義 新社實派 和馬克羅斯 去到這麼熱的情況下 大膽生氣 如果是薄難的話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大家喜歡 這段影片的話 請支持我 Subscribe 訂閱這個頻道 或者頻道 多謝 下次再見